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汉墨悬念故事1984第一季第九集 故事发生在1984年 一名叫卢克的画家划着小船到海上 用斧子砸烂甲板 眼见海水挂满了小船即将沉下去 最后一刻卢克游泳逃离了现场 事后随着卢克的老婆朵拉 在教堂参加了卢克的葬礼 哦哦原来这是朵拉跟卢克夫妻俩计划的假死策略 作为一个艺术家 大家也知道一个惯例嘛 就是你挂了那画的画才会降之连城 画了几十年都没什么成绩 卢克也是在老婆朵拉的说服下 才勉强答应实施这个策略 之后也很顺利吧 消息通过媒体一传开 那朵拉就把丈夫卢克的画搞了个画展 第一天就卖出去了几张画 净赚了两万五英镑 把消息反馈给躲在阁楼杂物间的丈夫卢克 朵拉也表示 钱我们是有了 接下来我还会联系经销商卖出去更多 老公就是委屈你避避风头 躲在这里画画就行了 其实对卢克来说无所谓的 毕竟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 本以为计划完美 事情却逐渐起了变化 在接下来的几天联系卖家卖画的过程中 朵拉和经销商文森的关系越走越近 这一天文森表面上带朵拉到自己郊区的豪宅吃饭 其实找个机会文森直接强吻了朵拉 即便朵拉拒绝着文森继续发起攻势 还是强行跟朵拉发生了该发生的故事 文森内心也清楚 朵拉的丈夫卢克实际上是没有死的 躲在家中画画 但是法律上已经宣告死亡了 那朵拉以后还是需要一个丈夫的 两人甚至可以远走高飞那啥的 什么卢克去他的吧 回到家 卢克一看朵拉回来这么晚 也摔家具发起了脾气 天天被关在这里我要闷死了 其实卢克动物的本能是怀疑朵拉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朵拉也解释亲爱的怎么可能呢 两人吵了一架 然后一炮米恩仇也就那样了 次日文森这边再主动进攻 把朵拉带到自己家里 又是拿出戒指礼物 又是半退半就的和朵拉表白 朵拉言语中也是答应了文森的求婚 次日警探在海边打捞到了一个尸体 尸体虽然调查后确认是某流浪汉 但是流浪汉身上的戒指 找朵拉到警局过来一问 朵拉承认戒指确实是生前丈夫卢克的 即便到现在为止 官方虽然确认了卢克的死亡 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卢克的尸体啊 也是发现这个流浪汉尸体 警探才开始怀疑朵拉的丈夫卢克 到底有没有在海上意外死亡呢 朵拉回家到阁楼也把情况讲给了卢克 这下卢克听后就有一些担忧了 是不是要暴露了 以后民众发现我 那名声不是毁了吗 我要出去放松一下 朵拉也拦住卢克 亲爱的当时你答应过计划的 你愿意囚禁自己 不会离开这个房间的 卢克听后显然老婆是对的 但是接下来卢克就把自己复杂的情绪 全都揉到了画作里 朵拉把卢克画的画通过文森去卖 卖家也是懂的 这种画风怎么从来没有生前看卢克画过呢 人物画一脸的惊悚 根本不是卢克的风格 你别说降价几千英镑了 这画该不会是假的吧 卖家就不肯买了 其实你不买别人也会买的 文森和朵拉偷偷情 暧昧昧的打发时间 而糟糕的是卢克终归处在情绪崩溃的边缘 一方面卢克不接受自己的作品 一方面没想到这个假死计划这么煎熬 卢克就开着车来到文森的画廊 直接把自己的画砸烂后又开着车 跑到了郊区的废弃厂房画画 抒发自己 朵拉和文森根据车牌号 找到这里也是放地姿态劝着 卢克差不多得了 我们三人是绑定在一起的 现在画也卖不出去了 你得画一些以前风格的画 最后捞一笔我们就收手吧 行吧也是手一划 差点从吊车上吊下去 犹豫后卢克也是答应了 之后文森和朵拉就在海边找了个房子 让卢克继续画画 卢克把画板支在海边 有了这种环境心情也放松 就努力的创作吧 刺热文森来海边看望卢克 眼见卢克画作完成了 这一刹那文森突然想实施自己邪恶的想法 旁边就是悬崖趁着卢克收画板的时间 文森就过来偷袭想把卢克推下去 反正你本来就死了 这下不但可以得到画 还可以得到你老婆 两人搏斗着也不知道谁掉下去了 朵拉开车赶来后 一看房间没人也来到了悬崖边 看着地上的画板怀着好奇 朵拉上前一看 显然下面海边躺着的是文森呀 此时背后突然现身的丈夫卢克也吓了朵拉一跳 即便卢克没有说什么 但是卢克的眼神里充满了怀疑 大概率早就猜到了自己跟文森有一腿在计划是吗 也是心里有鬼吧 又穿着高跟鞋 倒退着一个不剩 朵拉就从悬崖边跌落下去 倒在文森边挂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